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林秉庚 我是永春乡富裕以物质传承人 父亲的一辈 我爷爷辈 祖爷爷辈 这些都是自乡的 所以我这都算第五代 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个自乡的环境中 因为热爱也因为喜欢 所以我大学一毕业 我就回来教阿里接受传承 我的师父是我父亲和我三叔林文希 一二三 这样就成了 手速度一定要快 林秉庚是我指向 他在这个乡的行业已经 贡献了十多年了 他是精忠求精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很开心 我家出来了有这个徒弟 他平时对我要求是很严格的 他说做人跟做乡一样 你就是要认真 传承的是林氏自乡十四 经过老一辈的总结 那总共是十个步骤 从竹签沾水到长香 一共是十个步骤 我们首先主持是沾上水 然后再均匀地撒上一些粘性植物粉 接下去就是看个人的喜好 比如你喜欢什么香味 你调制成你喜欢的香粉 然后再一遍一遍蘸水蘸粉 这样一遍一遍地给它均匀地裹上去 晾晒的目的是方便收藏 因为你香做出来有沾过水 它里面含有水分 你如果不经过晾晒的话 那不利于收藏 关于晾香的话 这个也是有很讲究的 比如我们做出来一根香 我们要均匀地让它受热的话 就是在晒的过程中 我们要去给它翻面 过一个小时 或者过一段时间 它要把那个香翻动一下 让它上下整根香都均匀地受热 个人感觉其中最难的是那个轮香 因为有一定的记忆基础 不然那个轮不动的话 或者轮得不好的话 整根香起来就不均匀 因为你调香 首先你对各个中草药啊 各个香料啊 你的香味要把控好 还有一个它的功效 有时候香气也会冲突 不是说你这个 我喜欢这个 比如我喜欢桂花香 茉莉香 我把两个硬要融合在一起 那到时候你可能就要经过慢慢的调试 不是说我一样加一半 这个是不行的 我个人的感觉是 打哪个比方我来说 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在城市里面 感觉那个生活节奏快了 也不是说快在那边生活习惯了 突然回到家里面 哇 闻到这个香 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加上小时候的心涛 就一毕业就回来做这个香 因为我觉得这个香产业很好 香文化是一个千年的传承 它具有独特的香气 像古代文的默克他喜欢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银丝作画的时候 他点上一壶乌香 他可以使他心旷神移一神进去 比如我个人有时候烦躁的时候 我会点上一壶香 自己在那边品一下 整个人会就是身心很放松 我个人的话 河荡银湖作品也获得过福益碑的金奖 还有经典香气的陈香 也获得过国际大连礼儒节的金奖 等等很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会来传承这个自香记忆 因为永春相作 以一个福益物质传承 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 香文化的那个博大今生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接手 一踏入永春 你就能感受到这边的永春香的香气 它特别的熔烈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在做香 可以说整个镇都笼罩在那个香气当中 然后我希望永春香 也可以走向家家户户 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我们下期见